Hello大家好 我是老马 在深圳有这么一家很特别的面貌店 它里面的员工很多都是厅长的事 今天我就会去这家店 体验一下他们是怎么工作的 就是这家店了 然后我们也快到了 就在那个商场里呢 到了就是这家店 吃面包 先带你熟悉一些环境吧 好行 这边是我们的收银区 这位是我的店主阿龙 今天我就在他的管理下工作 我会扫地了 提一座饭上的 这边就是放面包的区域 稍微有点散 这家店还蛮大的 加上我今天有八个店员 西点方 做西点的 这个就是这里面的厚厨 我觉得挺安静的 只有机器的声音 听不见也收不了 这边其他都可以收发 这些都是刚刚出租的面包 超级香呀 第一次在面包店上班 原来做钱才也要学很多东西 原来这个放面包也有方正反之分 遇到不会了 只好找老师请教 我在小燕老师一直很耐心在教我 进后厨都要戴帽子的 店长你看我这样可以吗 我进去看一下 像我后面的这些都是烤箱 然后这里面的东西我都不能碰 我只能拍不能碰 大家工作的都挺认真的 不是很累 但是安排得很通实 真好现在不忙 我来采访一下我的同事 第一次和他们沟通不是很顺利 我发现我对他们的了解 还是非常非常的少 一些在我眼里很简单的事情 他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适应 由于对我手机的不熟悉 打两字小羊 背后其实就用了三十多秒 后来呢我才知道 很多厅长人士 只用手写或者无比 今天其实是我第一次和听障人士接触 说实话一开始我是有点担心的 不好意思问他们问题 怕会打扰他们 但是后来发现他们都很热心 小燕同学一直在笑 除了教我做事情之外 没事的时候还把电影的手语手册 全部都教了我一遍 小羊呢工作很认真 而且对拍视频很感情情 有时候电影来的顾客 还会主动叫我过去拍 后来客人多了又发现 他们在互动方面可能会慢一点 但是最终还是可以解决的 小羊和小燕同学都可以独立的 完成点单和下单 其实还是挺正常的 就是指挥顾客买点面毛傻的 就买起来也挺简单的 而且很多时候不需要说话 也能懂大概的意思 现在人少了照顾他自家身影 顶了三个面包 这是巧克力爆浆吐司 这叫咸蛋黄大松松 这个上班时的买自家产品吃 这不能算矿工吧 里面应该是有那种紫薯泥 加咸蛋黄和肉松 还挺不错的 再尝一下这个 这个据说是他们店里的招牌 爆浆巧克力吐司 听说会爆浆的 不会真会爆浆的 哇塞 嗯 一捏它它真会爆浆 嗯 我在这观察一天 发现其实买单 没有我之前想象那么麻烦 店里有很多这些 用餐小手册 里面就教了一些 很基础的用餐那些手语 包括一些小贴士 很多手语很简单 就比如谢谢 就是大拇指嘛 点两下 这个就叫谢谢 然后 这指下 再一个大拇指 这就是你好 嗯 这就是你好 就很简单的 还有一个问题啊 可能很多人觉得 他们是说不了话的 其实不一定啊 有一部分人他可能说不了话 很多人可能是 嗯 因为听不见嘛 所以说 影响了学习语言的能力 所以干净就很少说了 其实要说大 还是可以发声 可以说话的 我上班时候问了店长 我们这家店就加入了 支付宝的蓝分林计划 在上面呢 就可以发现更多相似的小店 我手上这张海报 上面就有大概30家 是不同城市的 北京 上海 西安 成都 长沙 杭州都有 上面也有一些小信息吧 说据统计 中国有8500万的障碍是 持就业人数为860万 就是说可能只有百分之十几的 障碍是有这种就业的 所以支付宝兰分林计划 为他们提供了手续手册 同时还提供了 包括广告投放宣传 经营课程学习等等的支持 在这上面 除了可以发现这种类型的小店 如果你有信息有线索 也可以在上面推荐 让这种小店被更多人知道 6点钟了 像后厨那天早就下班了 就像我们三个前台在这里 我们三个做前台的 是晚上十点半下班 因为下午时候一点半才上班 加上中间休息了一小时 就是一天八小时吧 咱们这个免费小离子 根本没有人动过 所以就是也是为了支持 国家逛牌行动嘛 我决定帮助我们店消费一锅 这一整天除了我没有人吃 对于店长 咱们店有没有那种活动 就是比如说关门的时候 没有卖上那种废弃面包 是不是员工免费送啊 是的他们可以吃的 真的吗 对 请不一定要等到下班 其实还是有点累吧 晚上十点钟才下班 但是我发现大家都请勤快的 一直在修饰东西啊 整理东西这样子 这个巧克力的吧 这个巧克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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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送呢 马耳送一样 对啊 对问店长 对问他 啊 这样 这我听不到 嗯 不明白 不问个店长吗 嗯 感觉摆的还挺好看的 挺规律的 rs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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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实在是就希望明天生意会更好吧 明天生意会更好 大概就这些可能有个两斤三斤重嘛 哥问我还有东西要送你 回家了 今天还是有收获的两斤一面包啊 除此之外 我在这家无声面包店工作嘛 觉得其实和其他面包店没多大区别 虽然店员有些是听讲的是听不见 但总的来说一听下来 还是能够顺利完成的 他们工作也很认真 虽然有时候确实会遇到一些小困难嘛 比如说客户说话的时候 他可能听不见 或者他们用手语表达的意思 客户不一定能看懂 我在旁边看着 就会觉得有点小沮丧嘛 心情有点小荡 因为我觉得人人是平等的 在那种情况下 牛不得不成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但是 我算是学到一些东西吧 在我心情有点小荡的时候 他们还是很坚强的 就是一直在保持笑容 然后一直都是很积极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我也应该 从他们的学习吧 就是更坚强一点 然后更积极一点 那行吧 反正就希望 有更多这种小店吧 确实挺好的 既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商业循环 然后也能给社会上一些障碍事 提供工作完成实现自我价值嘛 也有份收入保障 也能更好融入社会吧 那行吧 这期视频就这样了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确确实实得有十一二十个面包呢 我这辈子第一次拿这么多面包 行吧 这期就这样了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